人类的绕月太空之旅就要成真了吗 特斯拉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太空运输服务公司的创办人马斯克 他在今天就宣布将会在2018年送两名私人付费的乘客上太空 进行围棋一周绕月球一圈的太空之旅 另外美国的太空总署NASA也宣布 要为日前所发现的七颗类地球行星而征求命名 没想到网友就取名为远离川普 居然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 人类绕月太空之旅再也不是幻想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28号清晨宣布 他所创立的太空运输服务公司SpaceX 将在2018年送两名付费的私人乘客飞上太空 进行围棋一周的太空旅行 飞龙号将带着两名乘客绕月球一圈再返回地球 飞行距离超过50万公里 美国太空总署NASA将会协助训练这两名私人太空旅客 不过马斯克不愿透露这两名乘客的身份 只说他们已经付了大笔保证金 而且两人彼此认识 另外日前NASA宣布找到七颗距离地球不到40光年 可能适宜人居的内地球行星 现在在推特征求民众帮忙命名 有网友建议命名为远离川普1到7号 搞笑的点子 没想到意外获得许多网友的支持跟赞许 人气非常的夯 于思应编译 没想到这些许多网友